这个料子呢也没什么力啊 目前从这些地方来看的话 大牌子已经有一大堆了啊 来看一下 这个料呢虽然切来一刀啊 但是还没有切完啊 咱们还要再多一刀 走吧 这个料呢经过一晚上的切割 终于切开了 来吧看看惊喜有没有 三二一开 哦妈嘞 料子是化开了啊 料子全部化开没有变种 有的地方有一些棉团 不过影响不大 总相当老 来 手桌没了啊 看到列文了 手桌没有 孩子一大堆 总是相当的老啊 无愧是老男期的料子 来看看 这面这些 看看 全部进来了啊 飘花底色都往下 往里面坐进来了 来 这个料子的话 外部它的面积也是相当大啊 数量相当的多 非常漂亮 大牌子一大堆啊 大牌子一大堆 虽然没有手桌 但是不错 相比那一块呢 这一块呢 底色就淡了一些啊 不过肿的话 基本是没有变种 总是相当的老 还有这么大的一大堆啊 像这一堆都是精品 像这块料子呢 切出来没有手桌 是有点小遗憾啊 这么好的种水 这么漂亮的一个底色 如果出手桌的话 它的价值是相当高的 不过现在切出来啊 有底色飘花的牌子 也是一大堆啊 不过最好的建议 我觉得这个料子 如果说能打手串的话 那就相当的漂亮啊 不啰嗦了 关注视频 看料从来不啰嗦